腾讯体育8月15日选举进球网消息 由于近期在大连一方表现出色 穆谢奎有希望重返津巴布韦国家队 参加2019年非洲杯预选赛 2015年12月 穆谢奎加盲当时还在中甲联赛的大连一方 他在上赛季中奖联赛中出场29次打击16球 帮助一方以中在冠军身份胜入中抄 在今年冬季转回窗 一方对穆谢奎的能力踢中抄有所怀疑 一直想要签约前锋顶踢他 不过未能成功 即便如此 有了丰特、卡拉斯科和盖塔 三道欧洲顶级联赛外援的加盟 穆谢奎上半赛季基本没有机会 不过舒斯特尔上任后 穆谢奎逐渐得到重用 目前连赛出场10次打击7球 在和广州富丽的比赛中 上演了帽子技法 帮助一方暂时摆脱降级区 穆谢奎出色的表现 也吸引了津巴布韦国家队的注意 他在去年6月份3比0击败利比利亚比赛后 因为和其他三名队友抗议球队没有拿到奖金 被驱逐出了国家队 不过如今 金巴布韦国家队主帅喜德赛布瓦表示 联合和俱乐部表现出色的球员 都有可能得到国家队征兆 只要他们能够为球队带来帮助 国家队大门永远向他们敞开 根据报道 穆谢奎有可能重返国家队 参加9月9日和干果的非洲杯预选赛 截至目前 穆谢奎为金巴布韦国家队出场17次 打进了6球 参加了2017年非洲杯等比赛 哥哥 自然的免责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 对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不代表腾讯新闻客户